黃馬懸爆巴賽 斯朗威到盡 失落的情景 暗然的表情 因為巴賽在主場被縮敵黃馬踢出局 西班牙盃四強次回合 在上回合打成1比1 但黃馬沒有因為失去座客入球 而踢到就住就住 反而靠斯朗一個十二馬 還有下半場射入空門 加上中堅王阿拉利 高人一等的頭鎚 在露營贏3比1 總比數以4比2進身決賽 斯朗更加成為史上第一個 連續六次在露營球場入球的球員 更加有八球進帳 這裡是斯朗的主場更加貼切 相反美斯拉伯 今場就打隱形戰術 巴賽的進攻即刻癱瘓 傳媒之後有批評 球隊在這個時候踏入低潮 更加顯出巴賽的美斯依賴症 賽後有說是因為美斯病了發燒 不過經軍醫治療之後 沒有什麼大礙了 星期六西甲又再舉行國家打比 巴賽要作下巴拿比路球場 地上最強行可以挽回面子 就要靠這場啦